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龙师傅也要分享一个健康护肝的好料理 今天要做黑蒜双鲜 然后用的是和手屋 黑黑的这个是和手屋吗 这片的话就是这个是和手屋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川穹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枸杞这样子 所以这里有三个药材 一个是枸杞 一个是和手屋 一个是川穹 和手屋是中药房买到一片一片这样子吗 对 它的颜色没有那么深 这是因为我们在处理的时候 会先用米酒来浸泡它 你现在是米酒泡它 把它泡出风味 泡出它的味道 它的味道都在这个米酒里面 要泡多久 我是泡一个晚上 那放冰箱泡吗 对 放在冰箱里面 因为传统的话 这个都是用炖汤 所以炖汤是直接丢到汤里面 你大概一个小时 这个汤里面都是这些味道 但是我们今天是要教大家 有点在炒的办法 用炒的方式 所以要先把它的药的味道 香气把它先做到这个米酒里面 这样子 对 那今天主要的一个食材就是用这个鸡肉 然后还用了黑蒜 我给镜头看一下 这个黑蒜这几年在台湾 也非常的流行 那这个师傅剥了几个蒜仁 我们待会会入料理 对对 那鸡肉的话这边记得 我这边是用这个鸡腿 然后把那个皮稍微把它去掉 然后都不用再淹任何的东西 好 我们热锅热油 然后鸡腿切块 对 切块 怕太油腻 这个可以减掉一点鸡皮 脂脂肪 对 没错 那这里面会搭一个东西 这个就是一个健康的菇类在里面 都可以直接放进来了 那我这个油里面有带一点的黑麻油在里面 就是一半的黑麻油 一半的一般的烹调油 对 现在有黑麻油香 的香味 对 有点像在做麻油鸡开始烧麻油香 因为我们现在是不要让大家吃的太燥热 因为这个其实这个中药材里面 它带点麻油的味道是非常适合的 对 但是不要全部都是麻油 所以一半的油这样子 那记得这个不要放姜片进去 因为放姜的话的味道会稍微会 我们明朗话的时候 茄味就味道会变比较杂一点 好 那黑蒜呢 黑蒜在这里 直接放进来就可以了 好 对 直接放进来 稍微一起煸炒一下 那黑蒜的味道可以释放在这个 这个食材里面 好 那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汤汁要怎么做非常的重要 除了这个刚刚就是说 在家里前一个晚上 就是先用那个米酒把它浸泡之外 就把这个米酒直接先进来 我们另外一个锅热了之后 先下的是已经泡出风味的米酒 对 你看有没有闻到那个香气 有 感觉在呛酒香 对 就是用米酒把它香气 把它呛出来 可是熟 就是 这个时候才下 对 但是记得不要太多 因为味道都已经在里面了 对 枸杞的话可以多一点没关系 因为枸杞它其实是带甜味的一个 一个药材这样子 是非常好用的 好 好 这边我们煮出这个药材的香气之后呢 然后将这个高汤 你可以用水也可以直接放进来 哇 对 直接放进来 好 对 然后大火把它打开 因为很多人怕说这个 这个有重要材在里面 就是吃起来 他们会觉得说这味道很重 对 对 那再来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把这个白菜加进来 高丽菜 这个是事先参谈过的 对 白菜高丽菜都可以 对 一定要先杀清过 把这带进来 嗯 然后呢 它里面的本身的一个鲜味啊 就是说你来源就是用这个蛤蜊 好 蛤蜊下去 而且菜会平衡 那个其他的味道 对 对 高丽菜也是很甜的 也是顾这一个味啊 顾干的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这边先把它盖起来 让这个蛤蜊开就可以了 好 那这边呢 就是继续炒 好 继续拌炒 对 可是熟就是 这个时候才下 对 但是记得不要太多 因为味道都已经在里面了 对 枸杞的话可以多一点没关系 因为枸杞它其实是带甜味的一个 一个药材这样子 是非常好用的 好 这边我们煮出这个药材的香气之后呢 然后将这个高汤 你可以用水也可以直接放进来 哇 对 直接放进来 对 然后大火把它打开 因为很多人怕说这个 这个有重要材在里面 就是吃起来 他们会觉得说这味道很重 对 对 然后再来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把这个白菜加进来 好 高丽菜 这个是事先汆烫过的 对 白菜高丽菜都可以 对 一定要先杀清过 把这带进来 然后呢 它里面的本身的一个鲜味 就是说你来源就是用这个蛤蜊 好 蛤蜊下去煮 而且菜会平衡 那个其他的味道 因为高丽菜也是很甜的 也是顾这一个味啊 顾肝的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这边先把它盖起来 让这蛤蜊开就可以了 好 那这边呢 这是继续炒 好 继续拌炒 对